你们的奖务员 和小小志工一起送礼物 去年底的一连串耶诞活动后 英国凯特王妃就再也没有公开现身 阴谋论甚召成上 最近的披图丑闻 让外界更加好奇凯特去了哪里 如今有传言指可能和小三有关 四十岁的罗斯曾当过模特儿 而且出身贵族 曾多次受邀出席王室活动 包括2017年的国宴 当时就坐在哈利王子的旁边 63岁的侯爵丈夫 也多次在王室仪式中担任药角 儿子还现身国王查尔斯三世的 加冕典礼 一家人和威廉夫妇私交甚度 2016年罗斯在自家城堡 举办某款晚宴 两家人还因此同荒 但威廉夫妇随后在IG分享 却刻意裁切照片 2019年就爆出威廉王子 和罗斯的双皮丑闻 凯特一月体的腹部手术 有传言指是罗斯怀了威廉的孩子 和凯特摊牌 两人大打出手 最后罗斯拿利刃刺伤凯特 是否为了顾及王室形象 用病号掩盖外遇丑闻 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 只要威廉王子持续单独现身 留言就可能越来越失控 三连出门上的报道